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很多的咱们朋友们提到这个育苗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施肥,应该用什么样的肥料或者是什么样的配方 很多的咱们朋友们在育苗的过程中有这个疑惑 所以说这一期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就是去聊一聊这个话题 两片子叶出来,真叶没有漏头之前,咱们就要开始进行追肥了 我们这个属于是简易型的,就是买了一个水罐 这个水罐基本上乘水量是在一方水 然后里面买一个小型的一个水磅 然后再买一个这种喷铃口,就属于一套简易的喷铃设备了 那么咱们在用肥料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三个二十一的这样的肥料 建议咱们朋友们就是可以去采用这个水溶肥 也可以去采用一些这个流基的这种平衡肥 三个十五的,三个十七的,三个二十或者是三个二十一的 我们采用的是这样子 那么一方水呢,我们的简易可以采用的就是一斤这样的肥料 这样子的配比就是比较省事了 这是大量元素,就是大铃甲 大铃甲之外呢,我们同时还会加入一斤的微量元素 那么微量元素大家可以看看,包括铜铁猛心 当然你还可以再加入一点这个盖 这样就是肥料上配比就比较均匀 如果说咱们朋友啊,如果用喷雾器怎么样去施肥呢 一喷雾器呢,您可以采用这种平衡性的这种水溶肥呀 然后呢,一桶水就是三十斤的水量呢 建议可以使用八克到十克 然后呢,再加入一到两克的微量元素 这样子呢,去进行喷洒 你基本上呢,隔隔三到五天进行一次追肥 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描起描状